为了这个回应 统统要做成回应总理表 附在报告书里面 这个地方要不要看 如果你拿到一本报告书 你要不要看 要 如果你是投资者 有人要谈案子给你的 你要看一下 这里有多少人在 陈琴讲话 他讲的是什么 他对这个案子 有什么负面的情绪 如果有很多人在这里 公听会或是 所有的会议里面 一直在说 我就是无意愿参与 我一定要退出 部队跟听单员 那就表示这个案子 他的范围有一些问题 如果你是开发商或建商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民众 你要不要看这里 也要 这里呢就表示 你每一次讲的话 你公听会上的发言 建商有没有听进去 他有没有回应给你 所以这个部分是大家来检查 你们每一次开会出席发言 有没有被建商采纳 纳进报告税里面 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叫做回应众命量 这个是市政府 责成所有的顾问公司 都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写进去 那如果 如果建商 他有意无意的把你的资料漏掉 那你的意见就不会被回复 比方说我不同意 你们都设计这个100平 我买不起啊 你就建商的这个图面 还是一样照样化100平 表示他完全没有依据你的意见 去做某一些市政府的修改 你就要在下一个程序继续 再提你的意见 让他采纳 让他去修改 那接下来这个呢就比较简单 那我们去展明一些 我的办理人籍 跟我的法令地区 那这法令依据就是 我们是整件维护的 还是拆除楼件的 依据的法材不同 那这一张就很重要 这一张叫做 计划地区范围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从这一张里面 要开始去检讨 我们到底要做 什么样的丢丢范围 那我们就会框一个范围 来说 我预计做这里 但是呢 我旁边的状态 我也要检讨给 新北市政府派 好这边这边怎样怎样 那他们不适合纳进来 或是他们不愿意纳进来 我都要在这个内容里面去说 好实施者刚刚讲过 非常重要就是 当时跟你谈的那个人 是不是送报告到 市政府的那个人 其实你们要检查一下 那另外呢 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案子 他有办理新托 我们也会一并齐在这里 这个案子 未来要办理新托 那计划目标就是 就是依据每个案子的特性不同 来做说明 那接下来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会去说明 这个案子的土地权属 那里面呢 就会去检视 你里面呢 有没有含到公有地 那我有说过 公有地在路根里面是 无条件 他会参与更新 但是不表示 他无条件接受你的规划 跟无条件接受 你们想要做的设计 所以只要有公有地 参与进来 在过程中 我们都要跟公有的这些机关 去做一个双向的沟通 比方说你需要 你有没有需要这个公共住宅 你有没有需要社会住宅 你有需要的话 我帮你规划在哪里 规划在哪几层 这样子 OK 他们同意了 我们才可以继续往下走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公司有土地 除了在确定 他的这个同意的履历之外 我们还要侵证去他们的意见 好 那在他的附近的状况 也要做一个展 旁边啊 有哪些建筑路 他现在的状况 然后现在适不适合 在做开发 我们在这个里面 会把土地球线矿 核法建筑无线矿 等等这些东西 去做一个展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都市计划的图 整个都市计划里面 也会在哪个区域 那在这个区域境内 我要来办理多个 对于整个都市计划 都造成重大的影响 会不会因为你的都市计划之后 导致你的都市计划里面的 所有原来配置的原因受损 这个部分 他都会在这里做检查 那旁边呢 我们会调查他的交通的状况 道路运出的状况 那最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去摘述 他的房地产的价格案例 那这个部分是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今天如果你是事业进化 跟全力变换进化 两个分开来送 那我就还没有去做 这更新后房屋的查孤 我就要在这里先去做一个简单的调查 那如果你是全力变换 跟事业计划一起送 那个时候就会有三家 大家顾驾驶或进场来帮大家顾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不是这样子 就会依据顾驾驶的结果 来做我们的这个房地产的分析 到了第六章 我们就在解释这个整个都市计划的一个范围 都市计划的现况 第七章呢就是在讲 我们这个地方呢到底是要做 重建 整建还是维护 我刚刚讲怎么做都市更新 不是只有拆掉重盖 我们有整建的这种方式 有维护的这种方式 他写的报告说内容不同 那我们其实现在主要在介绍的都是 以重建方式为主的路根 因为这是最复杂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会表示我们这个里面呢 是整个都是重建区段 那也有一半一半 比方说大家新闻看很多的 我们在那个松山路还松仁路 最近刚才掉的那个案子 他就是有一部分是做重建区段 另外一部分叫做整建维护区段 他有一块空地是以后要盖新房子的 那那个不同一步还在抗争的 他们以后是做整建维护 拉皮而已 所以或许你碰到的案子 会有一部分是重建区段 一部分是整建维护区段 不过这种案例在台北西北市都极少 极少 因为我们碰到的都是纯重建 或纯整建维护 目前碰到应该唯一的案子 就是松山路的案子 好接下来是旁边的 邻近公地区的公共设施 清修或改善计划 这个部分大家会觉得 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公共设施清修跟改善 如果我旁边没有好像 好这个公共设施开辟 并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跟我都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呢 请大家记得 如果你的案子是有做融机移转的 做融机移转 就从别的地方买融机移进来的 这一张相对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政府会希望你们 多做一些对社会公益有利的事情 因此他会希望旁边没有开的公园 你是不是可以帮忙协助开辟 或已经开辟的公园 这个建商你们可以拿出一笔钱来认养 帮我把旁边的这个环境整理得更好一点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如果你是有做融移的案子 要特别去观察一下 你旁边有没有小公园 小的人行 这些连续的人行步道 小的广场或儿童游戏场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纳入你的认养 或是维护的范围 来作为你的融移回馈 融移回馈 但大家有个概念就是 我们都是更新政府给大家这个融机的请力 是鼓励大家来办更新 但是融移的话呢 市政府就会认为说 融移是你增加了更多的融机进来这块地 结果造成旁边的道路可能 你的车子200多台从你的大社区开出来 会让我旁边的道路塞车 你的多住进来两三百人 会让我这附近的居住生活水准降低 因此政府会很希望 开发商跟半都更的人 顺便照顾一下你附近的公共设施的水准 所以他会希望你帮他新屁 或是帮他维护或是任养 我们常常碰到西工处这边会希望我们来任养 他的这个公园或是任养 这个是整件维护计划 如果你有整件维护区段的话 才会有这个旅存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我们做多分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可以从政府的手上多拿一些奖利的融机 多拿这些面积之后呢 我们以后跟不管是自己分回来 或是跟做建商分配的时候 都可以再分得多一点 所以这个奖利融机呢 会在这一章来做一个叙述 他包含了都更的奖利 如果你有申请图馆的奖利 也要在这边说明 如果你是海沙屋 或者是辐射钢基屋 也有特殊的奖利也在这张说明 所以零零总总加起来 各位有上过其他的课 我的上限是多少 怎么加怎么加怎么加 我的上限就是1.5倍 你原来的基础的融机 再加上50%上去 现在仿定贵性率啊 所以景况已经不同以往 以往我们还有什么 在更早两三年前 可以加到200 可以加到200 我们还有什么捷运范围内的这个 融机的奖利 你在距离捷运多少的范围内 我还可以给你奖利 停车的奖利也可以加进来 开放工具的奖利也可以加进来 一直加一直加 所以大家会看到 我们西北市有很多地方的融机 真是高的很高很高 但是现在所有的法令一直不断的在限缩 因为不希望再造成这么大的负荷量 所以越晚申请奖利越少 现在越来越少 所以越来越辛苦 做路根越来越辛苦 好 所以我们在这边争取奖利的时候呢 就会在这一张里面去序 所以翻开报告书 翻开报告书 最重要的就想要看到什么 这一张 这个案子到底申请了多少奖利 我在这边插播一下 就是很多很多我们在做这个路根的时候 最常碰到人家问的就是 我到底可以更新完之后分几坪 反正大家只想要知道这个答案 那知道这个答案 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或很多人在问说 我加30坪 我提隔壁王阿姨说 他有其他地方在半度更 他也是30坪 可是他怎么可以一坪换两坪回来 更新之后他换回60坪 那你们怎么跟我说 我加30坪更新之后 换回来也只有30坪 我们不断的听到这样的问题 那各位以后市推动师 也会不断的要去回答这个问题 那请大家可以这样子告诉 还没有这么了解的人 你换回来的坪数 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 我们怎么去算那个坪数 基础是什么 土地对不对 你有多少的地换回 会长出多少 你的房子是从你的土地长出来 所以你的土地是什么 是不是很重要 对不对 好 我的土地是住宅区 他的是商业区 长出来的一定不一样 好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 我以后可以分几坪 先问他 你的土地是什么地 土地很重要 我的土地是住宅区 他的商业区 他长出来的天生就比我多 他不用做任何事情 政府给他的人 几率就比我高 天生比我多 第二个很重要 我的房子30坪 他的也是30坪 可是我们的土地持分 会不会一样 不会 我是12楼里面的30坪 跟他是两层楼里面的30坪 持分不一样 你看这样就差了两步了 对不对 我可能持分只有两坪 他持分是20坪 以后房子拆掉再盖出来 他会是我的好几倍 好 所以我们的利基点是土地 对不对 第一个你的土地是什么地 住宅还是商业 第二个你的土地有几坪 隔壁王阿姨是10坪 你只有两坪 当然不可能分到60坪 第三个 王阿姨那个案子的奖励 请多少 你的请多少 我的奖励值请30% 王阿姨那个奖励请60% 先天他就是我的两倍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再问 等一下会讲到的钱 我刚刚说钱就是建商花多少 他就会从你们身上拿回去多少 我们就会问 那你那个案子的共同负担比例是多少 共同负担比例的概念是说 建商他花的钱 除以这个全部的收益 占的比例是多少 就是大家合见讲的 六四分七三分 他只占30%还是40% 如果他那个案子是55分 你这个案子在台北市是73分 哎 你好像又多拿了一点回来 对不对 你刚刚土地比较小 两坪的住宅区 又只有30%的容积 涨出来一点点 他那边是土地20坪 商业区 奖励60%比你多很多 可是他在土城55分 你在大安区 假设台北市大安区73分 哎又拉回来一点 所以我看土地 我看土地的时候分区 我看面积 我看奖励值 有在看共同负担比例 才能动出最后那个数字叫做 我到底可以分几坪 所以大家有个概念 你的房子分几坪 跟你现在的房子住几坪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现在的房子生死坪 以后可以分几坪 你这样的问人家 无法回答 你要说我的 现在大家出了这个教室 听人家的问题 跟回答的时候就要知道 那请问你的土地是什么地啊 你的土地有几坪啊 这样才能帮他算得出来 他可以分几坪 这样了解 所以这一张很重要是 今天有个案子 不管是送到各位 如果是建商的手上 或是你是地主 或者是你是一个推动师 你要看看这个案子 他的可执行几率有多高 就看这一张 请的奖励越多 当然 比较可行 对不对 因为大家分回来的比较多嘛 然后地主可能一月比较高 如果他请的奖励很低 第一 通常 通常都是建商自己的地 他只要有赚一点点就好了 自己有赚一点点就好了 他就愿意来做入工 但如果是跟地主们合见的 他要请很多 才有东西分回去给你们的时候 奖励者很高的 通常是地主很多 然后条件比较不好 他要小心办法替各位地主争取奖励 这一张就会看得出来一些端 所以我们只是看数字 我们到时候是各位推动师 都是在研究每个区域的案子 你要知道那个案子的特性是什么 跟他的特质是什么的时候 你才可以知道说这个案子到底 会成功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这张相形的重要 那接下来呢 重建驱乱的土地使用计划 就是更重要的 就是他最后建筑师把它设计成什么样 不管你是一般地主或是建商 这个对大家来说都很重要 一般地主当然先看 你到底设计几品 你全部都规划200坪的豪宅 我根本就没办法选 我也买不起 那我想要三房两厅 这一个 这整张你就要去翻 他有没有设计三房两厅的产品 是不是符合你需要 不符合等一下会介绍 怎么在适当的程序中去提出你的意见 请建商修改 所以这张很重要 那建商看这一张呢 也很重要的原因是 你必须跟市场 还有未来的市场 要能够去推估 我现在设计等到案子核准 再等到施工 要多久 最少有三年以后 现在有没有人可以举手 告诉我三年后的房地产市场 会变怎样 下半年我都不知道 还要三年后 所以建商也在冒险 你们也在冒险 大家都在冒险 因为我不知道三年后会变怎么样 所以现商也不知道三年后 我是要推小亭数 还是要推大亭数 我是要推40亭 还是要推30亭 所以其实建商也很辛苦 那各位也很辛苦 各位也不知道 如果说是自助就还好 我只要顾好说 我家有两个小孩 那我就是需要三房两厅 自己自助就顾 顾好自己想要的 看有没有设计就好 可是如果你是投资商 你是建商 你是帮人家找土地的代书 你要看这一张的时候 你就要先想一想 三年之后你设计的产品 有没有符合市场的需要 那大家知道现在市场的趋势是什么 趋势 对不对 为什么 税税税 房屋税很高很高很高 所以如果你做很大的房子 不是买不起的问题 是我税也找不起 一年要缴200万的房屋税 在场有谁缴得起 可能很多人缴得起 也有可能有一半的人 买一间房子都买不起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 一定不是要不要办都更 要办多少都更 请多少奖励 还要跟税有关系 所以应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现在所有建商 在这一个章节里面 我们碰到好多建商 我们送件的时候 跟他合准的时候 我刚刚说差三年 送件进去到一半 他说全部要改产品 本来都是五六十品的 现在全部下修改到三十二十 因为他们预期未来的市场 整个屏数会变小 整个屏数会变小 所以这一整章呢 大家看是不是符合自己的需要 这很重要 第二个 因为建筑图面实在太专门 如果你看不懂平面图 在这个时候 就可能请看得懂的人 帮忙各位看一下 那我提醒各位 这跟你们买预售屋一模一样 不要只看这个框框里面的格局 不要只看框框里面的格局 我刚刚讲 你想要三房两厅 你就会看 哎有三房两厅 放心的回家 请仔细注意看一下 你的框框距离隔壁 还有多远 这不只是看平面图 各位去看预售屋也是一样 大家都在看那个平面里面 房间放哪里 客厅有没有采光 然后厕所有没有这个通风 请注意看一下 你的距离林地跟林洞的建合 因为很多地主都吃了这样的亏 所以才会在这边跟大家做提醒 就是这条线 是我们的地界线 就是我们的更新单元的范围 旁边是不是没有画出来 所以大家会忘记 搞不好旁边那一栋是景明的这个地界线杆 所以你就算挑了这间房子 你打开没窗户就看到人家的墙壁 所以我们在看图的时候 各位或许已经都有经验 不过提醒还没有经验的学员们 提醒你们为了要辅导的个案的立组 一定要注意这个框框以外 因为大家都喜欢挑边间 对不对 边间采光最好通风最好 可是边间就是最接近隔壁洞的那一间 大家要记得 边间就是最接近隔壁洞的那一间 除非你就在三角窗 旁边都是马路 你的隔壁间在对接 否则这条线的旁边 这条线的旁边都是隔壁间 所以一定一定要记得看旁边 我们一直在讲说前面有几张 我们画的图是有把旁边的图画出来 建筑物 那个黑黑有打斜线的都是建筑物 看一下多花一秒钟看一下 那几栋你旁边那几栋距离你多远 才不会让你好像挑了一间你最爱的那间 结果跟你想象中完全不同 那就是很难过啊 因为是一辈子的财产 特别提醒大家 好剩下这些呢都是我们建筑师 建筑师他们要去做琢磨的地方 包括景观植栽 我要种什么树 然后呢树种在哪里 然后什么样铺面等等等 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东西 而且是在房子的外面 所以对各位的影响比较不大 但是呢它会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如果你们以后是住在里面 你们的管理维护成本 管理维护成本 所以呢很多人看到这个花花草草 就觉得说就是种花种草那一张 跳过去不要看 但是如果你们是未来里面的住户 请你们多加注意一下你们的公共设施 在这个阶段建筑师设计成什么 如果他有一个游泳池 如果他有一个很大的景观水池 如果他有种了很多的树 那会无形中增加各位的建筑的以后的管理维护成本 白花草草就是你们的管理费会变多 所以这个东西是还是要请大家注意的 你们也可以对于他的公共设施的规划 发表意见 你说我不要做景观水池 因为会有灯隔热 以后那些水放在那边可能会有灯隔热 轻易把我做成花园就好 你们可以提出这样子的建议 去看一看他的公共设施 会不会过多或是不好使用 或是会造成很大的文物成本 虽然一开始建商在第一年都会提拨公寓大厦的基金 但是那些基金用完之后 就是各位住在里面的人要缴付 所以这个部分在前期规划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 因为他怎么规划也会建造出什么生气 好那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两张 请他也把它劝起来 叫做13张实施方式有关费用分担 跟14张裁券案制计划 13张呢这个就是前前前 所有的钱都会在这里写清楚 我到底花了什么钱 然后呢这个呃 这些钱的总金额是多少都会在这里写 那各位对于这个内容需不需要担心 各位未来当你们是推动师去新北市各地做宣导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问你们说 那个建商如果给我充很高的成本 他就自己乱加成本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够啊 那他的成本充越高表示什么 表示他要分回去越多 共同负担的意思 那地主都很担心 他把有的没有的都列进来 我都要给他很多 那我到底分的合不合理 那可以请各位推动师跟这些地主们去做一个宣导 就是说今天我们都市更新里面的权力变化 之所以可以让大家放心的原因是 里面所有的数字跟计算的公式都是由新北市政府定的 面积乘单价 那个单价是市政府定的 等于总价 所有哪些项目可以列不可以列也是新北市政府定的 因此整套的计算过程 几乎不可能加任何不该有的都进去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推动都更的时候 要给地主一个安心的一个保障 就是这些所有共同负担成本的计算都是有法令依据的 而且都有犯本 所有的人上网都查得到 除非顾问公司弄错了那个单价 除非他的计算过程有问题 否则他可以列审 跟可以怎么算政府都定好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所以我们未来要做这样的宣导 那么拆迁安置计划要看什么呢 拆迁安置计划其实主要显得是大家最关心的 我房子被拆掉之后 我搬出去外面住 那中间呢我租房子的钱哪里来 那我要搬家的钱有没有人会付给我 就会写在拆迁安置计划里面 好所以你们翻到这两张 主要就是看到钱 一个是建商花多少钱 一个是你可以拿到多少钱 拆迁安置计划你会拿到租金 你会拿到残余价值补偿 就是你那个旧房子 政府会有一套计算的标准 告诉你旧房子还剩下多少钱 他会还给你 或者是搬迁的补贴也会写在这边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每个月的租金 或我的房子拆掉之后 搬出去租的这段时间 我会不会要付很多的钱 我会不会付得起 我有所担心 而不敢多更的话 那你就可以问那个建商或使事者说 那你要在拆迁的时候给我什么贴 好问清楚大家就不会担心 好刚刚讲的财务计划里面 大家有看到一个表 虽然很想但是给大家一个概念